大家好,我们现在来讲一下英伟达刚刚发布的四季度财报 这家公司我们之前讲过它三季度的财报 相比三季度,四季度表现还不错 收入上升2% 各项利润指标更是大幅上升 表明之前我们讲过的它存在的渠道内的库存问题 基本上得到了解决 当然相比疫情期间的去年同期就差了许多 收入下降21% 各个事业部当中只有数据中心和比较小的汽车芯片有比较大的上升 就全年给股东的回报来看 股息和股票回购总计100亿美金 听上去不错 但考虑到公司的市值已经超过5000亿 那因此每年的回报也低于2% 管理层对下个季度的预期是收入会达到65亿美金 比四季度略有上升 主要的亮点仍然集中在数据中心上的持续增长 英伟达这样的芯片公司在疫情期间 收入和利润基本上都达到了最高点 未来几年之后我们可能才能知道 疫情对这样的公司它的长期增长有没有持续的影响 就现在的市盈率来看 英伟达接近50 非常贵 我估计它的原因是现在AI非常热门 作为芯片的领头股 这家公司就受到了市场上热烈的追捧 但即便是很好的公司 在什么样的价格买入也会影响我们最终的回报 通常来讲 市场一旦确定某一个热门的公司 或是热门的行业 就会短时间内把这样的公司估值追得很高 其实即便AI会在未来大有作为 给很多行业带来巨大的变化 但这个过程也应该是非常长期的 就芯片公司来讲 一方面有能力马上布局大规模运用AI的公司 其实全球总共就只有几家 而这几家公司也都有自己设计芯片的动机和能力 有些家比如说苹果和Google 都已经开始了自己设计芯片的过程 而中小公司大规模运用AI 可能还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 因此英伟达虽然技术领先 但是公司在未来十几年可以保持高速增长 这一假定不是没有风险的 我会持续关注这家公司 视频不是投资建议 谢谢 再见